嗨 大家好 我是智妮 我是李貓 今天我們來聊小花的寵物溝通 當時問小花的第一個問題是問她說 因為她以前四小虎的同伴嘛 妳還記不記得小時候的同伴 就是四小虎 她的兄弟嘛 這個答案一定是很明顯 她是說她記得 可是是依稀記得 隱約有這個印象 就是小時候好像跟其他幾隻貓一起玩 然後一起吃飯 然後會打打鬧鬧 可是她已經忘記他們長什麼樣子 已經不知道是誰了 對 她覺得如果真的在字面對的話 她會搞不清楚誰是誰 對啊 因為很明顯 我們去年的生日的時候就拍了一集 就是他們見面啦 對 那就是小花躲到那個啊 已經完全忘記 最巧落啊 最害怕的 但事實上其他幾隻也互相不認得對方了啦 小花也講了一件事情 她說 他們不是都被送走了嗎 他們都不要他們了 就是我們都不要他們了 就是那三隻貓是被不要的 被不要的 對 然後她還自己覺得 她自己 小花自己腦補 她說 因為我記得就是 他們覺得我最棒 我最可愛 我最優秀 所以我被留下來 那眼下自己是說其他的都不好 其他都很不可愛 可能我們那時候送走她的時候 我們常常跟她講說 妳好可愛啊 妳很乖啊這樣子 她就覺得 一定是我很可愛 我很乖才會被留下來 所以妳肚子很大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就是 前陣子很困擾我們 就有一次小花 忘記什麼事情她要吃藥 當時才發現 她超級無法吃藥的 對 所以我們就問說 她能不能好好吃藥 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她很不喜歡被強迫 被控制 然後被控制 然後會很僵硬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平常 對她而認識 就是觀察她其實就知道 不只是在吃藥的部分 包含什麼爆炸什麼的 對 所以我們後來跟她相處的模式都是 就是我們不強迫她任何的事情 你要她去幹嘛 她就不會幹嘛 對 就像剛剛她把她抱過來 然後她就走 所以她等一下如果不理她 她可能就會過來 對 就是她很奇怪 就是比較欲情故縱一點 第三題是我們就問她說 在這個整個房子裡面 你最喜歡的人是誰 很殘酷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其實很多 其實幫我們都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兩個想要比較 到底是喜歡我比較多還是喜歡她呢 而且在最初期 我們那時候剛剛領養她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會炫耀說 她今天在我這邊睡覺 她今天在她那邊睡 然後還互相PO文 然後結果呢 她的回答呢 她說 她喜歡呢 就是那種 坐著不動 對不對 就是坐著不動 對 我們就在想說 坐著不動 什麼就坐著 對 什麼是坐著不動的人 然後她說 還有呢 就是 不理她的人 不理她這點我們就淘汰了 對 然後我們都很愛理她 對 我們都會一直說 欸小孩要幹嘛 然後幹嘛要拍她 就一直反她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她就是說 比較不喜歡女生 比較喜歡男生 所以我們就所有女生都被淘汰了 對 然後再來她說 而且她沒有貓的味道 那我們一定超多貓的味道 對 我們是沒有貓的味道 然後她說 握在她旁邊呢 會覺得很安心 因為她不理人嘛 然後會坐著不動 然後也不理她 然後她說 不會對她動手動腳 那我們兩個又被淘汰 因為我們可能會摸她這樣子 然後她就再講一個訊息 她說 她是短頭髮的 然後瘦瘦的男生 她現在講完之後 我們就大概知道是誰了 我們就得到了 答案 就是在設計室裡面的那個 文文小幫手 因為她是符合所有條件 小花就是 喜歡渣男啊 不理她的 就是渣男的特質就是不理她 然後施捨一點點 她就會很感謝 所以小花就是喜歡這種大男 像柚子有時候也是不太理她 對 所以她就喜歡這種 而且柚子還會打她 柚子還會咬她 然後合作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我們前陣子不是那個 居家辦公嗎 對 結果最近她們回來了 回來之後呢 小花已經忘記了她了 小花不會再找她了 她不會再找她 而且就是 她現在可能就會說 現在已經沒有能符合這個資格 她沒有喜歡任何人 她現在就覺得自己是最好 她就不想要了 她已經跟我們 文為一樣的地步了 她已經忘記你了 小花有一個點很需要人 就是 她很想要玩 鬥貓棒的時候 她就這個時候會特別想要找人 其他都還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有問她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問她說 你一天中最期待或者最喜歡什麼事 我們好像其他貓也沒有問 我覺得我們應該當時預設的答案是 想要她講是不是 很愛玩之類的 結果她完全不是講這件事 她說她最喜歡 最期待的事情是 她確實啊 她看到我們在放罐頭的時候 她就會一直喵喵喵喵喵 可是 你有發現嗎 就是她那個罐頭 就是一直喵喵喵 然後放完之後 不一定會吃 或是不一定會吃完 我覺得她很需要那個 儀式感 儀式感嗎 吃東西的儀式感 但是她覺得 這個儀式做完之後 她好像就吃完了 你說她在那邊等 是她的一個儀式 對 她重點在想要滿足那個等待的欲望 她就喜歡排隊啊 她就具備台灣人的特質 喜歡渣男 喜歡排隊 所以你排隊 她希望的是排隊完打卡 就讓大家知道 我都吃了這樣 然後 事實上有沒有吃我 都是沒關係 對 她只好做這件事 而且她可能很在乎的是 她想要第一個 所以她會排第一個 我們每次在放飯的時候 她都在第一個 門口的位置 如果她是追新竹 她就是會側夜排隊 搭帳篷排隊的那種 對對對 然後再來我們就問她 就是說 她跟其他貓咪的關係 有沒有人會 有沒有貓會欺負她 或是她最喜歡誰 對 那當然就是她就是 講到柚子 她就覺得柚子 是可以跟她玩在一起的 然後 也不會欺負她 但是就是可能會追著她 然後 我們就問那其他隻貓 她說其他隻貓 大部分也對她不會有什麼敵意 或者是傷害她 唯獨呢就是 她有特別提到晚長 可是她有覺得 就是她覺得 晚長好像也不太理她 可是她是當時喔 後來因為 可能小花比較少進去了 她再進去之後呢 晚長就開始 對 現在晚長 她除了 晚長會特別針對 遭地之外 另外一個會特別針對 就是小花 小花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她特別喜歡 弄小花 但好像小花也不會說 像Soccus 看到別的貓那樣 那麼緊張 小花就只是這樣 頭這樣說著 我們當時還特別問了 另外一隻貓 我們問了 昭帝 覺得她看到昭帝 好像都會有點躲 或者是不敢直視的那種感覺 因為 比如說另外母貓 就是三角 小花對三角就是 她應該是把三角當空氣 因為她沒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小花在乎過三角 但是昭帝她就會特別注意她 所以公眾室就說 小花覺得她 不敢跟昭帝太過放肆 在她面前不敢開放肆 對 就會有點尊敬她的感覺 對 然後還特別講說 她在她面前 會稍微節制 不論是有下一句節語 然後小花就是 怕壞人 啊 就是我們之前常常講的 就是二人無膽一樣 她就是二貓無膽 最後呢 我們就像其他隻貓一樣 我們就問她說 最後有沒有想要對我們說的話 她說 幹嘛一直盯著我 不要一直看著我 然後不要理我 就是這樣 冷酷無情的一句話 對啊她真的是 她喜歡就是被 被無視啊 感覺貓園蠻好的 對 然後人緣也蠻好的 因為她也不怕 不會真的怕人嘛 對 可是你看她就是 也沒有很一代人 所以對她來講 個性 是適合流浪的貓 獨立自主 跟柚子一樣 他們就外面可以 討生活 對啊就是她跟你要到飯之後 她也不會對你產生 依賴感 完全沒有 她知道什麼時候 她知道我們只是交易 她把我們當店員吧 她就是顧客啊 我們做飯給她 然後她覺得 為什麼我要 離店員 對對對 她就是領首當 她覺得這就是你該做的 對 好以上就是那個 小花的寵物溝通 好我們這也是 我們寵物溝通 應該是這年度的 最後一集 對 以後可能過一陣子以後了 因為目前 沒有什麼需要溝通的事情 希望也不要有 對啊 目前大家都過得蠻好的 對 小花也過得蠻好的 對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